来看看市场有没有 当然选举也是如此 土耳其的大选产生了一个让大家 国际上比较意外的结果 地方选举的部分 在野党全国得票领先了35年的 这个现在执政党 伊玛莫鲁是谁 他是现在新任的伊斯坦堡市长伊玛洛摩 他以领先10% 顺利连任了这个伊斯坦堡的白礼猴 那另外包括其他的15个市长里面 也都是跟爱尔段正义发展党 执政党感觉是产生了一个历史的分叉点吗 执政党不再有这么大的优势 等于说遭遇执政20多年来的最大挫败 其他的在野党在地方上的各县市里面 市长的这个部分都取得了胜利 那这个有一定幅度的胜利 对于未来伊玛莫鲁要挑战爱尔段的执政 将会是一个利多 接下来可能就是这两个人PK的状态 显示什么是不是跟选民现在的异象 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被形容是重挫爱尔段 因为去年2月遭遇的规模7.8这个地震 很严重太可怕了 想想5.3万人罹难的一个状况 房子跟这个纸壶的一样倒塌一大堆 那因此引起了很多检讨的声浪 包括了11万栋的房子 还有风险啊 还要再盖2万套低收入住宅啊 跟中国走得比较近 而5月就要访美 5月9号访美的行程预计跟拜登要见面 两个人还会讨论国防工业的合作 因为先前传出来说 土耳其要去买中国的骁龙战机啊 这个战机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说 是不是就是跟中方的关系比较近 就搞了半天是为了要逼迫美国 能够卖他F-16 看他们都两面手法很厉害 然后最后不但美国批准土耳其 卖40架的F-16 还升级哦 79架的F-16战机 他同时也批准土耳其死对头 他同时两边 美国更厉害 骑高一早嘛 希腊也再卖他40架 更高端的F-35战斗机 所以这个1月土耳其还批准了瑞典入北约 像这样子的各种的外交策略 对于国内来讲 应该选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俄乌的部分来看看最新的发展 春季征兵 普清昨天看到一个推播消息 就告诉大家说 直接要征兵15万 这15万是不是准备要发动春季攻击 乌克兰说是 乌克兰对于被指称是他们发动恐攻这件事情 是嗤之以鼻 无论如何俄罗斯现在不管各种的理由 美西方世界怎么说 他们都仍然认为这个是乌克兰干的 所以产生一系列的报复行动 所以包括征兵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各种的强攻 这也是战事发生以来 本来已经有一段停顿 现在是各种往能源基础设施 天然气生产设施去大规模的攻击 所以泽伦斯基说俄国正在进行卑鄙的攻击 要导致乌克兰能源流失 其中有六间的电厂 五间遭到损坏摧毁 发电能力直接上市80% 八成的电力 维修工作最长可能要18个月以上 所以他一直呼喊救命 如果美国的军援不能够加快脚步的话 乌克兰降临只能面临撤退 不得不对俄罗斯让出更多的领土 还有一个地方是看出来不一样 因为连马斯克都看虽乌克兰的抗争 说连戴伊斯都能预料结果的情况之下 泽伦斯基是不是在暗示 谈判不用再像过去寸土不让 俄军要推到1991年的边界 似乎可以往2022年的边界来谈吗 有这样的讯息就代表说 部分的占领区域可以退让 那这样才有的谈吗 亮哥当我们看到国际局势一直在变化 每次选举各种的合纵联合 土耳其也是一个关键指标 我觉得土耳其这个主要是做太久了 真的 就好像韩国瑜2018年突然推翻了陈其迈 那就是因为陈菊做了13年 就那种不满 你也许在每次民调你看不出来 可是真的在那个选举当下 这个就会被人家开始拿出来 明星四变 就是你是不是做太久了 还有你 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现的特差 比如说他经济成长也有4点多 那你是说分配 那分配坦白讲有谁搞好够分配 那你说他同意让瑞典加入 当然他有库德族在搞分裂 可是这也不是爱尔断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总体的觉得你做太久 大概也没有什么创新能力了 所以大家觉得说老先生你下台好不好 我认为这种声音如果有个10% 那你就倒了 因为他们差距也没那么大 反对派是拿到50几%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做太久 因为他在正常上已经20几年 这个比程局还要久 这个 所以离开蔡英文 蔡英文当四年都碰到很大的障碍 更何况这个做那么久 那乌克兰 事实上你刚刚讲2022年1991 都是天方夜谭 2022月24号俄乌战争开打 那意思就是 俄罗斯林这四个帮你都要撤军 你不要忘了普京这一次的大选 四个帮都可以投票 这个意涵的 当自己的公民 是啊 意涵的这个 那我现在怎么可能把 投给我票的公民再把它赶出去 这个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天方夜谭 那当然普京也很硬 就是就既有的现况 作为新的国界 那这个等于是要乌克兰投降 可是 普京的条件就是 你投降我就不再打 那你如果不投降 我可能会再打 那木田他不叫增兵 15万 显然是要打 那最可能打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向北打哈尔克夫 然后另外一个是向西打奥德萨 这两个都有可能 没有只取基辅这样 只取基辅都是不会 可是会骚扰 因为他不断的用导弹 用尤其他有一些什么滑翔炸弹 而且都在提高他的磅数 大概要做到3000 而且他不断的在炸乌克兰的共用设施 就是水电 尤其是电厂 这个事实上是有特别用意的 第一个就是要让你老百姓痛苦 生活痛苦 让你去怪责人时机 所以你要不要认灾 你就是投降 第二个 他还会让你的雷达没有办法启用 因为那个还是要用电 如果比如说哈尔克夫 现在就有20几万人没有电 现在整个乌克兰的位备占领区 大概有100万人没有电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还好是三月 你如果再晚一点 很冷的时候 是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马斯克讲那个话 也是很现实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赶快投降吧 不然你结果会比现在还要惨 他的意思就是说该退让就要退让 不然的话没有和谈的话 现在打下去真的是 会是最惨烈的结果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俄乌战争最新的几个消息 都不是好消息 包括了强攻能源系统 包括了俄罗斯要扩大增兵 小警长 我们如果看俄乌战争现在的现况 如果按照乌克兰空军 他所提供的消息 就是他证实在30号 一共有16枚飞弹跟11架的无人机 攻击他们的各处的发电厂 那他们实际上来讲 刚刚讲到的缺电 也就是来自于此 那他们还来不及休 又继续的被攻击 那被攻击如何的反制 那所以他们提出了要求 也就是说是不是现在能提供 给他们有关于爱国者飞弹 有关于电子战的设备 那当然他们还在反击的 过程中间 他们需要155毫米的炮弹 但是实际上来讲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 已经慢慢的打慢慢的打 他已经打到基础设施了 他已经从最外围开始 打到基础设施 也就是打到基础设施之后 逼得你不得不投降 你现在刚刚那个 郑亮老师说 他们现在几乎已经没电了 但是雷达要用电 你雷达要用电的时候 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你会有很强的 红外线的讯号 当你有红外线的讯号 出现的时候 那又等着下一波攻击的出现 那现在法国其实很好心 说要给他们上百辆的 这一个装甲运兵车 不过他没有告诉大家说 这个装甲运兵车 是什么时候开始服役的 是1976年开始服役的 也就是说 已经是北极的 那个装甲运兵车给你 你吃得消吗 但是刚刚我们讲说 其实乌克兰他很需要爱国者 但是法国说 那我给你Aster Aster翻译叫子愿 那这种防空飞弹 大家不要看 因为我们一般比较少看到 这种防空飞弹 它的能力约略跟标准二型差不多 它可以拦截到90到120公里 而且它有侧向推进 它的转向可以到达50个机 是不是很好用 但是就跟我们讲到什么荷兰 这些国家一样 你要给他这些 你要先学法文 就像大家要给他F-16 但是那也是准备太初的 F-16要给乌克兰 可是你要学英文 那个法文 如果说你没有10天 10个月以上你可以学得好 乌克兰真正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乌克兰真正想要的是 陆军战术飞弹 这种战术飞弹实际上来讲 它还可以使用 我们讲到这种急速炸弹 这种才是真正的源头打击 但是美国不一定会给 看起来现在连军援都还没有办法 真的直接送进去 还迟迟卡在国会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土耳其的地方选举的变天 是不是预告了未来 总统大选也可能会有危机 土耳其这个国家一直都很乱 当然我个人是认为 埃尔多安他 因为他已经弄了好几次 所以他会这么轻易的 就用正常选举的方式 让自己失去保重 我认为没有这么简单 我认为他还会 会布下不少手段 管掉吗 就是他可以用种种的规定 限制 然后让你很难去投出票来 可能跟大家一般想象不一样 其实这个正义与发展党 他当作创党的时候 本来是比较清西方的党 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 跟他后来走的路好像不太一样 但他本来是这样 现在埃尔多安又要去访美 他大概也要寻求一些 美国的资源 但是我觉得美国其实 一直对土耳其都不是很好 他本来要跟中国大陆 都买防空飞弹 结果被美国硬拦下来 然后又要买飞机 美国说要卖他F-16 结果真的卖了之后 给他F-16 然后给土耳其F-35 你说你是土耳其 给希腊 对 希腊 希腊 抱歉 你给希腊 希腊跟他的四仇 这两个国家 几乎每天都快要打起来 希腊都快破产 还可以买飞机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还是有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看在土耳其人民眼中 应该非常非常不适自卫 但是阿尔多安现在 大概也知道 俄罗斯的势力 也不能够完全依赖 所以他大概也是选择 游走在俄罗斯跟美国中间 这种一种方式 所以你看他 又会让北约的这些国家 能够加入 然后又想要从中 拿到一些好处 但是他这个 一个玩得不好 就可能因火上升 这就要看他自己 怎么去抉择 那至于说 基辅这个呢 我